之前有跟大家拍過一個影片介紹M11的 那個只是講一個規格方面 可能一些數字對你來說真的沒什麼意義的 那今次講一講一個實測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M11的 雖然之前有講過M11的規格 但是今次要講一個實戰 會包括一些新鏡頭、老鏡頭、日間、夜間 他們的表現 還有就是人像和風景 首先要跟大家講的可能是挺重要的 就是它的電池續航力1800mAh 對於大家來說這個數字真的沒什麼意義 但是在實測方面 故意有兩次記錄到底這個電池用了多少 第一次就是晚上拍攝 大約是拍攝了150張左右 其中40張是有用Live View去對焦的 結果就是用完之後 回去那個電池還剩下80% 就是說其實拍攝了150張是用了20%的電的 還有一次就是拍攝了大約250張左右 電池就大約用了25% 如此類推 推翻 一顆電池如果用了75%的時候 大約是拍攝了700張左右 其實都很有用 就算你可能用Live View 或者看相片的時間比較多 剩下的電量是足夠去用到700張的 繼續說回電方面 電方面 今次可以用一個USB-C的插口 在後面直接插到相機上去充電 會變成跟之前比較方便了很多 之前始終是要把電池拆出來 在充電座去充電 今次直接可以在相機上充電 又或者可以配搭充電座在上面充電 你只要把電池放回充電座去充電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是用相機去充電的話 就留意一點 因為始終這條線扭著相機 那這條線就不要打卡 這樣去 容易不小心卡到的話 連相機一起掉落地 那就真的得不償失了 所以如果是允許的情況之下 我也是建議 儘量把電池拆出來 放在充電座充電 如果是用USB-C充電的話 只要你插了下去 等一段時間 它就會在下面這個比較隱蔽地方 有眼綠色燈就會閃 這個閃的速度 就代表充電的速度 當你很沒電的時候 它就閃得特別快 代表充電充得很厲害 當它差不多滿 大約八成滿的時候 它就閃得很慢 直到它停止 就代表充電了 講完電池 就要講講SD卡了 因為相機是可以去到六千萬像的 所以SD卡的速度是很重要的 好像盡量用一個UHS-II的卡 它的特徵就是有兩排的接觸點 這個就是UHS-II 如果一的話 只會有一行的接觸點 那個速度會慢一點 因為那個DNG的尺寸是比較大 所以我會建議用一個快一點的速度 有時候如果是用慢卡 會有一個情況 是會 紅燈不斷地閃 尤其是 你是觀看很多照片的時候 它這個速度就會明顯的減慢了 還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會關心的 就是說 到底它分了三個不同尺寸的DNG 又大、中、小 那它們的 檔案大約是多少呢 我試過拍二百多張照片 平均來計算 大大大大大大約是50Mbps一張 至到80Mbps一張 而中尺寸是大約30Mbps至50Mbps 小尺寸大約是十幾Mbps 去到二十幾Mbps不等的 去到這樣 可能你未必有什麼概念 到底你的尺寸是多大呢 那很常用的 我們可能32GB的SD卡 那就大約可以放到四百張 如果你是用六十四 那大約是放到八百張 八百張一般的情況之下 一天是夠用的 那M11的DNG尺寸 分別有大、中、小 那開頭我都會認為 大尺寸的DNG 那個Dynamic range會比較差 而是小尺寸會好很多 那其實呢 分別入並不太明顯 是你很仔細的 或者極端的環境 才能察覺到它們的分別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SD卡夠大的話 Hard disk又夠大的話 就有大用大了 那這次M11的測光就不同了 之前呢是會用傳統的 Rangefinder相機的測光方式 那這次呢 就是用了一個感應器 去感受到那個 去測光的 所以呢 當你打開相機的時候呢 會聽到一聲的 那其實呢 它就將那個感應器打開了蓋的 那你說會不會很容易入塵呢 其實又不會這樣的 譬如說 很多SIL的系列呢 都已經是沒有一個前面的機械 在那裡遮住的了 長期都是打開的 所以其實OK的 那不要在太大灰塵 或者惡劣的環境之下呢 去換鏡頭呢 相信呢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你可能會 質疑到底 你這個 用SENSOR去測光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好處呢 就很多啦 那譬如說 可以用到不同的測光方式 之前呢 可能只可以是點測光的 而已 只是在中間的位置去測光 那現在呢 就可以全區域測光 部分區域測光 或者是重點的測光 還有最新更新的1.3的Famware 還有一個highlight ray測光的 那就是說呢 將最高光的位置呢 依然是可以看到細節的 那只要之後後期呢 將一些暗位呢 推翻出來呢 那氣氛呢 就非常好了 還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因為那個內籠呢 是減少了很多其他的配置在裡面 那變了可以進入到之前 用不到的鏡頭了 比如說52的Duel Range 那之前的後組呢 是很長的 那是對焦是對不到無限遠的 那現在因為呢 裡面呢 減少了其他多餘的配置 那變了呢 它是不會阻擋到那個鏡頭的 那是在用Duel Range的時候呢 是用得到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一些長尾組的鏡頭 比如說Super Angulon的21 3.4 21 4.0 都是一個後組很長的 那變了呢 在測光方面呢 之前的傳統測光呢 是測不到光 或者是測得不準的 那現在呢 就大大改善了這個情況了 在用了M11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有一個體驗呢 就是 M11它用了背照式的感應器 那在低光的環境呢 它對光的敏銳度呢 是很強的 那這個是令我驚訝的 那還有一些長尾組的鏡頭 之前呢 一直呢 只是可以用在菲林相機上面的 在數碼相機呢 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有指邊 很明顯的暗角 那在M11方面呢 就現在改善了這個情況的了 那電子產品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越新的 速度越快 相比之下呢 M11比M10 M240 反應呢 反應呢 都是會快了 迅速了很多的 那就算譬如說 是著了Sleep Mode 那當它你要去起床的時候呢 它的反應呢 亦都是很迅速的 還有呢 是長曝光方面 之前呢 就長曝光呢 一定會著了Noise Reduction 的 就是說呢 譬如你拍了10秒鐘的時間 它就做那個Noise Reduction呢 做回10秒鐘 那就很麻煩的 那麼現在呢 你可以選擇 開或是關 做這個Noise Reduction的功能 講起長曝光呢 就是這部M11呢 可以做到最長的曝光時間呢 去到60分鐘的 之前的M10呢 用GPS呢 就一定要用一個Visufax 插在頂上呢 拿回一些訊息 是給回相機的 那麼今次呢 只要你有一個手機 就拿到GPS的訊息了 而M11配搭的Visufax呢 今次是第二代了 那麼就外形呢 是貶細了很多 還有金屬感呢 就強了很多 360萬像的OLED 這些是一些講表面的東西 至於相片方面的表現呢 又是怎樣呢 那麼我現在和大家去 看看這些相片 細節方面的表現 好啦 那就經常會覺得 那些相片呢 我撿得很嚴重啊 所以其實是騙了你們 那麼現在這次呢 就是拿一個DNG 來show 給大家看看 他們到底的效果是怎樣呢 那麼現在呢 由第一張開始啦 那麼這一張是一張 夜晚的景來的 就用了一支 21mm 2.8的鏡頭去拍的 那麼我試一下呢 就是說 看回那些 譬如說你把它按到最盡啊 最黑啊 按到最光啊 看看他們的情況 表現是怎樣啊 那譬如說我現在較光一點 那麼你看回那些暗位 又不同的位置呢 其實現在細緻度呢 都還很豐富的 都看回那些 那你譬如說你按回暗一點 你就算看回這些Noise呢 其實真是很細的 是多個可以接受的情況的 那我現在再reset出去吧 那麼大家看看它的表現吧 那其實基本上是 不停地按一下 那我有個p-set的 那是不停地按一下 它就已經可以交貨了 可能一些光位啊 暗位啊 推一推它 那就已經出來了 其實跟之前不一樣 交任何東西呢 那個分別不大 好了 那麼看看另外一張 那這一張 那這一張也是一支 21mm 2.8mm 我所說的一支鏡頭拍的 那這個尺寸呢 就是用了小尺寸的 所以看到這個尺寸是小一點的 那你看回它的情況吧 我將它推到很過份地 去看回它的細節位置 其實它都不會說 爛了起了渣 那樣 因為其實我是 這張照片呢 我是很隨意呢 手持去拍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位置是 那如果我把它推回 輕微的調校一下 那那些暗位推回暗 那些光位推回暗一點 那些低光位推回少少少 給多些光去吧 那光暗搞一搞 對比度推一推 那整張照片已經搞定了 沒有東西搞的了 基本上 那我們再看多一張吧 那這個同樣都是那支鏡頭的 那也是小尺寸來的 小尺寸來的 小尺寸來的 那就是說 那你推回光一點 看回那些暗位 那些細節位置 那是有些噪音的 但是這個噪音真的可以接受 真的沒什麼問題的 那略為 那些暗位推回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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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暗位按回低一點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看一下一張黃昏的 那這個是一支 一支 51.4 AS Ficture 的鏡頭影 那這個也是 都是小尺寸來的 對 OK 好 那我們嘗試再極端一點 推推它 那其實都是跟剛剛 之前的表現都一樣的了 我無論推到多光 都其實太光了 但是照片真的沒有難度 那些暗位是沒有難度的 那你真是略為 再調一調 那就已經交得過了 有氣氛 有細節 搞定 OK 同一個位置 都是啦 那你不斷推一推就已經可以了 加回那麼少少 好 後位按下一點 按位秘迫多少少 OK 那這一張呢 就是夜景來的 那人像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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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都見到 其實已經見得人了 那這個情形呢 就是我最覺得 是很詫異的地方 就是 那張照片呢 其實你會見到 有些像是打了燈 那 那其實呢 就是用一個 很便宜的 廉價的LED燈 去 曝曝光的 但是出來的效果呢 有些像用了 Flash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呢 我覺得 挺特別的 那 另外那些背景呢 它又交代得到給你的 那唯一就是 但是可能當時有些手震 那 看回那個範圍的速度 真的不太足夠 那 那 這個是3200 ISO 那 而它是一個 都是一個小尺寸來的 對 那你略為 推一推它 就已經 OK的了 這張 搞定了 OK 好 再看另外一張 這張就極端少少的 那 這張原本是這樣的 那 如果呢 我將它的 後面的背景呢 推翻出來呢 其實呢 就有東西看了 那 現在你推翻光它呢 其實背景呢 是可以出來的 但是 那個人 當然是太光了 那這個就是要 局部的去調教 那 那 最新的Light Room 其實就很好的 可以選擇位置去調教的 好像現在這樣 我現在可以 人挖了 那我可以反轉它 OK 反轉它 就是調一下背後面的光暗 那 那你見到呢 其實那個 背景呢 剛剛你見到 是這麼一刻都好 那 我略為推一推它呢 那 就已經 把細節給你了 OK 的了 是啊 那 這個 搞定了 那 完成 OK 完成 那 跟著 在光位 就推一推 這個 面部 按下一點 那 整張照片 你會見到 那些暗位 那些 就算推到很誇張呢 它才會見到 有些 有些聲音而已 是啊 如果不是你這麼極端去推了兩層呢 其實 夠了 一般的情況 剛剛是全死黑的 那 可以看到 而這一張呢 就是一個大大大小的DNG來的 你看到 很多細節 給你了 OK 好 再看看 那 再看看 日間 拍風景 現在呢 就70年了 那 這支鏡呢 今早 拿去試一試 那 拍一些照片 讓大家看看 那 那 現在這張照片呢 就 那 我還原先 什麼都沒有收拾過 就是這樣了 那 就 我們看看它的細緻度 最重要 六千萬像 下去 會是怎樣呢 那這張照片呢 就全開光圈的 全開光圈的 那 看到一些字 摩地道 很清楚 黑白分明 那 那些格子 那些 全部都看到細節 那 如果你說 這樣 可不可以再大一點 那 那 300% 300% 其實 看到 開始起格子 其實 如果 解像度再高一點 是可以給你的 不問題 那 這部機已經 起格子 已經 所以 你看 是很誇張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再看看第二張 會不會這張 是個別 是這樣呢 這樣就看一張 拍到多一點點天的 那 這一張 就是 收了一點點 大約5.6光圈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 那個大廈 你看看 那些格子 那些磚 那些細緻度 這個現在是100% 它根本可以給你 50年代的鏡頭 上我世紀 其實是50年代的鏡頭 一樣是出到細節的位置 那 沒辦法 邊緣位置 會是差一點的 始終是一個球面鏡 而且你看看 這麼細緻而已 只有這麼細緻 OK 看看玻璃的反射 現在是300%的 玻璃的反射 那個細節位置 其實真的很美 以那個年代的鏡頭來說 現在隔了70年了 一樣是可以出得到 其實對於它來說 是很不公平的 這麼久 之前根本都沒有數碼的 現在將它隔了這麼大 來看 都OK 其實真的 有點誇張 叫一個70歲的老婆 去攪100米 沒有什麼分別 看看細節位置 好 這個是另外一張照片 也是全開光圈的 因為鏡頭不能選擇這個半射 所以它計算出來 有點偏差 計算是3.4 其實是3.5 細節位置是很驚人的 連這個窗的玻璃那裡 然後它那個玻璃那裡 是那些圖片都可以出來了 所以是很厲害 還是說 在邊緣位置 可能差一點 始終它是一個球面鏡 OK 那就是這個老鏡 在現在的M11上面的反應 這一張就是 都是一個大大小的DNG 那是用了21-22.8去拍的 那當時黃昏日落 那你看回它 推翻 很光也好 都是剛剛那個情況 那其實東西都不會難的 只不過真的太光 你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可能你暗位推翻光一點 光位按低一點 那整天的氣氛都出來了 嘩 搞定了 這個是我很粗細的製造 那有些照片我已經收拾好了 那讓大家去欣賞一下 我們看見到 有清廉的 那個是來自我 那就單索 有人 作為一個業餘的用家 這個是個人的體驗 至於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今次我們也訪問 一個專業攝影師 他給了一些意見 SUNCENSA的技術 令到顏色更加良麗 高ISO與8000以上 亦能保持照片的立體感 顏色不太變雅 相比於SL2來說 那顆粗造感以6000萬像素來說 真是處理得非常好和自然 Ringsfinder觀景器好像明亮了 自己覺得這樣其實也是 電量非常滿意 用了EVF就玩到差不多8小時左右 EVF更加一流 反應比之前快了很多 Peat focus也算準確 不過小心EVF的膠蓋 很容易 工作上以前覺得AM機始終不及SL穩妥可靠 現在首次覺得AM機比SL好 輕便 反應正常 不算慢 尤其是EVF 和新的處理器 那我在工作上 主要都是用82.0 50.95 92 135 2.8 用6000萬像素都是沒問題的 這次只是一個簡短的介紹 當然你可以配搭不同的鏡頭 不同的環境 有不同的效果 或者是一些體驗的 那如果你說想配搭什麼鏡頭 在什麼環境的測試 你想知道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本身已經擁有了M11 有一些意見也都想表達的 也都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區留言的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Bye Bye